1996年 一封来自沙巴的求助信 寄到了台湾花莲慈祭 正言法师委托在马六甲办厂的台商 慈祭之工刘继宇和简慈陆夫妇 前往关心 从一个不认识的人 他们飞过来看 当时的机票蛮贵的嘛 五个人 一场美丽的邂逅从此开启 25年了仍在继续 以前几十年都是为自己在做 做他人生命中的贵人 这是非常一件 非常殊胜也非常好的事情 朋友们好 欢迎来到暖心客厅 我们这辈子 总会遇到很多人 有些人相遇后有各本东西 而有的人一旦遇见 变身一生 我们今天讲述的就是一个 关于遇见的故事 我们今天这位嘉宾 他远在东马的沙巴 他就是慈祭沙巴雅比之会的 副负责人 翁继龙 大家都称呼他 翁师兄 翁师兄好 听得到吗 小雲姐好 翁师兄您是一个建筑师 对吧 八十多年前您遇到了一队在马来西亚经营之一场的台商夫妇 从此就开启了您的人生当中的另一个篇章 你还记得当时见到他们的情形吗 当他们从这个入境室出来的时候 那我就认了一下他们 你知道刘师兄是西装鼻挺的嘛 当时对我们来说 穿西装都很少这样 因为除了我结婚才穿西装嘛 他简师姐就穿旗袍 穿旗袍 我们在这个地区也很少看到穿旗袍的嘛 然后还有三位师姐他们就拜托我做些事情就叫我去找这位我们的照顾 我刚认识才一天嘛 然后当天晚上刘师兄就在我们安排了一个茶会 他就带了他很多的幻灯片 幻灯片 你知道以前是幻灯机嘛 他打出的相片真的是非常的震撼 大家也看过简师姐放出来的嘛 就是那个人都往生了躺在地上啊 吐血啊 还有那个肿瘤整个脸那个肿瘤啊 哇还有那个葡萄婆婆 我当时看了我就觉得 这些都是 都是医生护士做的事情嘛 为什么 为什么这几个人他们去做这种事情 然后 还有一个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们当天晚上 表演了一出的手语叫做感谢天感谢弟 哇那我对歌词非常简单 感谢天感谢弟感谢爸爸感谢妈妈 感谢你感谢他感谢万物 这个虽然那么简单的举句 平时我们都没有说想到会去感谢那么 他们是真的是感谢全天下 怎么说感动而且非常温馨 让我们大开眼界的一个茶会了 那到底这个简磁路和刘继宇这一对台商夫妇 他们到底是何许人员呢 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在马六甲办厂的台商简磁路和刘继宇夫妇 将刺激带入南中东马地区 他们最初在马六甲经营的工厂里带动员工开展慈善工作 工厂就是道场 午休时大家做手工筹集救助资金 下班后就仿贫季困 关怀弱势群 条件客难心却笃定 早期比如说去老人院服务 那时候的环境真的是非常的脏 在人手有限 事情很多的情况下 老实讲很多工作都是很客难的完成 比如说到老人院看到那个床单非常的脏 但那时候我们有师姐她就带回家洗 当时我们就是这样来完成那些不可能的任务 随后夫妇俩结束了经营十多年的制衣厂 将厂房和场地 悉数捐赠给慈祭 建立了慈祭议诊中心 当时我们要捐的时候 我完全没有任何的犹豫 因为一开始做了慈祭 就知道说我找到菩萨道 那种新的笃定到现在都没有变 他们夫妇俩双双投身慈祭 做不受薪的全职慈祭职工 带动更多人加入大爱行列 哪个地方特别穷 哪个地方特别需要帮助 那就去哪个地方去访频去了解 然后邀约您一起做 是刘师兄提出来的 他们也没有说要去玩 他就说这里附近有没有什么 比较穷苦的地方可以看看一下 那我就想到在我们雅比对面的 这个岛上面住着很多难民 我记得刘师兄有讲 哇 雅比的福田很大 我当时也听不懂什么叫做福田很大 是不是就是说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对吗 对对对 好事 可以去帮助的人很多 他也教我怎么样办茶会 但是他们离开之后我们就留下我们四个人 我们四个人 我们就说好 你们一个人找五位 我们办第一场茶会 我们要来行善 我们要来 我们开始是以做会员捐钱 我们每个月就捐了一些商款 捐了商款 然后我们就告诉刘师兄说 我们现在有一些会员了 刘师兄那好 你找个地方 我们来做一个联络 联络点 1996年 那个时候成立了联络点 那您就是这个联络点的负责人 那简师姐跟刘师兄真的是一直都带着 所谓的手牵手就是一直在教导 也深教他们的深教 然后所有的只要有什么活动 他都会邀我去 第二年我们就回去台湾了 简师姐说如果你遇到什么问题 你就想想师父上人会怎么做 你就去做 我想这件事情 上人应该不忍 不忍他这样子受苦 那你就以这个方式去做 就不会错了 这是简师姐教我的 慈祭的发源地是在台湾花莲 所以海外的职工每年都时常会回去 你们叫做寻根 那当年很早的时候 第一次回去 那个时候应该是印象很深刻吧 非常深刻 然后回到金舍 我要金舍 金舍就看到 常住师父我们都忙忙碌碌 我很忙 当常住师父我们在大辽 在厨房 尤其是在餐厅 捧着菜给我们这些地址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何德何能 我们在想到 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修行道场 应该是你们给师父捧菜对吗 才对 对啊 法师们都坐在上面 对 这个端菜都是常住师父的 洗碗也是常住师父 所以我们真的会受宠若惊 因为去充电了嘛 充了电回来要怎样做 当然我们经过了几天的课程 大家都全球都回去嘛 他说美国啊 我们各个国家就有分享 我们有看得到非洲 尤其当时看到菲律宾做医诊 做得非常的让我们很震撼 他们做了很好的去医诊做医诊 所以我们就想 我们那边也可以做医诊啊 我们那边也可以学习 其他国家怎么做啊等等 然后回来以后 听说您就把您的高尔夫球会员 给卖了 为什么 有师兄教我嘛 他说打什么高尔夫球 我现在实际变化球我都打不完了 我还打高尔夫球 他说打高尔夫球其实是很浪费时间 我就说好 我发愿我就 保高尔夫球卖掉 我会员卖掉 我就不打了 回来一件事喔 我还没到我的公司去喔 我就先 那天早上我就先去卖我的会员 我想我不管多少钱 你帮我卖掉就是 卖了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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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了多少块钱 一定要捐给持继 卖了再钱 那更难得 也从刘师兄身上 学习很多 刘师兄 再过来KK第一次的时候 他说我现在是 三分做磁剂 七分拼职业 他还做生意 到过了几个月以后 他就说我现在是七分做磁剂 三分拼职业 那可能十年后他就说 我现在是百分百做磁剂 他在捐实际这块地跟整个工厂的时候 他想捐也不简单 我说刘师兄怎么说 他说你知道印花费多少钱吗 印花费几十万 我捐出去了 我还要去还印花费 那时候我说刘师兄真的是 就是付出到最后全部都付出 连印花费都要付出 这是非常经典的 就是他们的这种大舍 让你很感佩 所以他们的这种人格魅力 就是感召到你 让你觉得 你以他们为榜样 你也想像他们那样子的去付出 他根本就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做刺激 像刘师兄 他以前来我家住 第二天他的袜子破洞了 我就说刘师兄你袜子破洞 他说我真的没时间去买袜子 我觉得他可以舍几百万 他没有时间去买那双破洞 我当然虽然是说一笑自知 不过我是觉得真的是 他对于自己他没有什么要求 他在吉隆坡开始的时候 也是他的房子 他用他的房子来做会所 那我也去到过 刘师兄他很幽默 对 我们在的时候他还带他爸爸过来 我也认识他爸爸 当他爸爸往生的时候 当然我们马上收到信息 我就说 我就马上打个电话给刘师兄 因为我说 刘师兄 告别事你一定要告诉我 我一定要过去 因为我们整个亚别事 他带起来的 你这个感恩心我一定要有 我一定要过去你爸爸的告别事 他说 翁师兄 我爸爸现在又运回 回花联做大体老师 那我说 这没有什么告别事 没有什么怎么样讲 追到会 对不起 追到会 对不起 追到会 王师兄 什么都没有 我 我就学习施工 不发铺文 不立灵位 就这样子 简简单单 不要麻烦人家 刘师兄 这一点他都教我 真的是 还有一句 简师姐生病的时候 他就说 刘师兄跟他去见上人 要上人祝福 就学习到一句真话 这是真的是真理 上人说 平时为众生付出 是最好的祝福 这句话太好了 师兄 师姐 我们平时有为众生付出 已经是最好的祝福 你不需要上人的祝福 这一场祝福 是一场祝福 封面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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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次很严重的一次封灾 你们当时是 决定要去参与祝福 那时候 也是刘师兄带你们去的 因为这个 真正的祝福封区是在 耕丁耀 去离开 当时的路还 还不像现在那么好 离开我们这边要两三个小时 才能到的地方 我们就去做看灾的工作 就是我们第一场的这个 发放 灾难的发放 那在这场发放当中 你有学到些什么吗 刘师兄有教我们 我们要以直接 重点尊重效率 比如说 直接就是我们 直接 清守 布施 我们没有经过其他的 我们不是把钱交给福利部长 我们是直接 要送到灾民的手中 重点是 灾区很大 我们就选 那一个 我们可以 注重做的 因为你很难做 整个沙发都受灾民 很难 所以选一个重点 直接重点 然后尊重 要尊重这些村民 他们的一些风俗习惯 不要给他们一些 他们不喜欢的东西 或者是 他不需要的东西 重点 然后 效率 正在 要讲效率 要快 还有一点很重要 造册 造册 所谓造册就是 造册就是 每个灾民的名字 一定要核对 一定要真正认可 这个是正确的灾民 不论夜深人静 不管晨曦巧你 听见你痛哭的声音 我的心 和你紧紧提起 喜悦你的声 了解你的苦 守护你的病 最早的时候 最早的时候 那时候做疫诊 资源又不是很多 交通又不变 那个时候也是有很大的困难 有 开始要去勘察 刘师兄就说 好 我们进去 我们就开了车 跑到最 从有路走到没有路 的地方去 所以 我们就这样子 在山里面 这样子 确认了 找到了 疫诊的地点 也通知了村民等等 然后 刘师兄就召集 这些 他的主力军 就从西马 从台湾就过来 我们就搬一场 非常大型的疫诊 你看到山里面的那些老百姓 他们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没看过医生 一辈子 有一个 他的脚 他的脚板 被一根木 插得很深 他也不知道 他也不 他就一拐一拐 拐了很久 然后我们的医生 就把他 把那个木 拉掉 你看 太有意义了 我们就是帮他 他 他往后的日子 他就 那脚就好了 因贫而病 还有因病而贫 常常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恶性的一个循环 尤其是那些交通不便的地方 那些医疗资源根本进不去的地方 听说你们在沙巴 也成立了一个 慈祭生命关怀中心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关怀中心 它主要用来做些什么吗 是的 慈祭生命关怀中心 慈祭生命关怀之家 是在我们做医疹的时候 大约是2000年的时候 20年前 2000年的时候 我们就到一个叫做毗塔市的地方去 当时的这个乡村的这个我们叫做总监 卫生总监 郑医师 他就说 你实际能不能在这个中心 就是他们可以到达的地方盖一间房子 他们觉得这个孕妇 他们觉得这个孕妇会有在生产的时候 会有危险的时候 先把她接出来 住在你们这间家 住在你们这间家 然后他们有什么状况 或者他们要生的时候 我们这些医生就可以来替她接生 真正确确帮助了很多的孕妇 这位政医师告诉我们 以前每年有 如果最高纪录是每年有7位的孕妇会往生 难产 因难产而往生 而有了这间房子 就没有这个事情发生 马来西亚雅碧毕达市生命关怀之家 于2003年5月成立 让来自偏远山区的孕妇到此待产 成为当地妈妈们的守护者 更获得毕达市中央医院的认同 有些不安全的预计 所以这一部分是一个问题 因为有危险的疲惫 引起生命的死亡 我读到他们已经有700多的孩子 通过这个系统 所以基本上是安全的预计 有如母亲怀胎十月淡下新生命班 重建完毕并运作了将近十个月的 新毕达市生命关怀之家 在众人的祝福下正式启用 有一个妻子在这里 宽阔的空间 增设的住宿设备 将容纳更多的山区孕妇 在生命关怀之家待产 他们生了小宝宝以后 我们还会给他一个安心包 我们里面有毛巾 有小baby的婴儿的衣服 还有被单 真的是非常温馨的 一些肥皂等等 还有那个爽身粉 我们就给了一个礼包给他们 他们都很高兴 二十多年的这样一个美好的历程 现在还在继续 您这个职务 就是现在是知会的负负责人 一直在承担 但是很有趣的是 您这个职位就是这样 不拿薪水 没有奖金 然后还要不断的出钱 还要多出钱 出力 出时间 还要多付出 多去带动 很有趣的就是 在这个慈善团体当中承担的这个岗位 它其实代表的 它不是一种权力 一种荣耀 而是代表的是付出和承担 这辈子没有白过了 就是至少有做一些 做一些真的不是为了自己的事情 以前几十年都是为自己在做 现在后来接触了辞职以后 听了上人的教诲 才知道 其实我们人生的意义在于付出 做他人生命中的贵人 这是非常一件非常殊胜 也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非常的感恩 一生无量 无量一生 也就是当年 由您第一位慈悸之工 现在已经发展成了 一千八百多位慈悸之工 而且由当年 一个小小的一个联络点 已经发展成了 九个分支联络出来辨不动 这就是一生无量的力量 感恩您今天的分享 谢谢 真的好故事听不完 还想在时间有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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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